微短剧现场拍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陷阱 包括但不屑于以下几点 第一时间压力 微短剧通常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拍摄和制作 这可能会导致拍摄现场的时间压力非常大 为了赶进度 可能会忽略一些重要的细节或者拍摄质量 预算限制 由于微短剧的拍摄时间和制作成本通常较低 预算限制可能会成为现场拍摄的一个陷阱 在有限的预算下 可能需要权衡各种因素 比如场景 道具 服装 等等 以确保拍摄能够顺利的进行 演员管理 这一点很重要 微短剧通常涉及多个演员之间互相配合 他们的时间表演风格配合程度 都可能称为现场拍摄的一个大坑 演员可能无法按时到场 迟到一小会儿或者提前要早退 或者表演的效果不佳 这可能会使整个的拍摄进度和质量造成影响 在许多制作中 有情出演 的演员或者工作人员都是与导演或者制片人 有着相应关系的朋友或者现场的工作人员 甚至现场的工作人员还会全员上阵 当演员安排都在同一场景和时间段时 演员之间会互相成为对方的摄影师 这样的安排很符合小规模拍摄的特点 在这一部分还需要考虑到工作人员每天应该什么时候到达 演员每天应该什么时候到达 一天的工作时长是多少 在后勤方面当涉及到演员阵容时 与演员建立并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还包括他们的经纪人 演员助理 经纪公司等等 这些要求看起来像是一种负担 但重要的时候 非常管用 第四场景的选择 合适的场景对于微短剧的成功至关重要 然而现场拍摄时可能会遇到场景选择不当的问题 如场景不符合剧情需求 场地租赁费过高等等 这个时候就要用到合并场景等等临时应激的方法 技术问题 拍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技术问题 如设备故障 信号不稳定等 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拍摄效果 甚至导致拍摄中断 天气变化 如果微短剧需要在室外进行拍摄 天气变化可能成为一个陷阱 恶劣的天气条件可能会影响拍摄进度和效果 甚至可能导致拍摄无法正常进行 运输问题 几乎所有的拍摄都要处理运输物流 包括人员 设备 道具 服装 场景等等 知道有多少个拍摄场地 以及是否可以在这些场地储存物品 就会对拍摄的运输需要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相应的工作人员可以在为了避免这些陷阱的时候提前对场地进行了解 制作团队需要在拍摄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 包括制定详细的拍摄计划 预算分配 演员管理 场景选择等等 同时还需要保持与各方面的良好沟通 以便及时解决问题和调整计划 在拍摄过程中 制作团队还需要密切关注现场情况 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 总之 拍摄现场每个部门规划不好都会是陷阱 要考虑诸多规划的因素 文中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只是需要注意的很多很多方面的其中几点 因为这些方面往往会被初出茅庐的制作人员所忽略甚至遗忘 所以无论是和一群朋友一起策划一部作品 还是和几十名著名的演员剧组工作人员一起工作 都要提前考虑到并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剧组的拍摄才能更好的进行